有時我們幫助一些人,有時他們好像不太願意分享他們的東西 但可能又分享少許,但又好像不太進入 那這個其實是怎樣去幫助他呢 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們聆聽的時候,留意到他有什麼需要,感受的需要 譬如今天我曾經附導一個弟兄,說出他有心想是逢 這個是好的,但當我聽到他有心想是逢,我都是想幫他去到那個位置 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他又說出其中一些問題 如果有些在場,因為我都邀請了兩三個坐在那裡聽過過程 在過程中,我就是逐樣逐樣去問他,了解他 但我那個問題就不是好像憑空問的 而是說他有一件事說出來,然後我就用這句說話 他一說了,他說他家庭有些關係上的問題 那我就在這件事進入了,我就說有什麼發生 在那時候我也感受到他的傷心,他的困難 也都要了解一下,會不會對方都有困難呢 會不會有時你都會有一些你的情緒影響了,他又會承認 他雖然是很開放的,不過那個過程,我起初只是想說是侍奉 但結果我是跟他說了他家庭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們其實輔導的時候,都是說 盡量去聆聽啊,關心啊,去拆解哪個位置他開放 那有些人的確是不開放的,不開放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這個位置不能進入,那我們就在哪個位置可以進入 那或者就算不進入也好,我們可以有個位置去安慰啊 讓他有分享啊,加力量啊,即是有些正面的給他的影響 即是有時候去不到那個位置不要緊的 但我都會跟進這個人,我們怎樣可以繼續幫助他呢 我都會看一下神給我什麼路 這個都是,即是我們來到的人 有些哪些人我們可以繼續幫得他呢 繼續可以建立他呢,我們都可以尋求神的心意 那無論你在哪個教會都是一樣可以這樣形容的 灘帶來的震驚 靜帶來的震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